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子师傅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何谓静身 静身和洗澡有什么分别呢 很多人觉得 洗澡就行了 用什么静身 有点多余 你不明白什么叫静身 你以为静身就是会干净 会像是洗澡 洗干净的人 其实不是 静身 这个静字的意思就是 一样东西 让你吸收 消化了这东西 融为一体 好像我们吃东西 食物进入肚子就会静化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 在你身体里面就会被吸收 吸收了之后 那你就和食物一样 有它的能量在你里面 那你就有力量 好了 譬如说静身 我们举例 你洗澡都会的 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拿干净的水洗澡 那就是干净的 你用骚髒的水洗澡 那就是骚髒的 那就是骚髒的 你用墨水洗澡 那就是黑色的 那你同一个动作 洗澡 是你习惯了用洗澡 是用干净水的 但是如果别人 给你用意义的东西 用来洗澡 洗澡到皮肤都痒了 那就是因为你的洗澡 那一瓶不好 那静身符呢 很多人都会听过 它有静水符静身符 你不明白 这个静身符 其实同样叫静水符 是可以用来害死人的 因为呢 如果那个法师他的谭 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修为 他很喜欢养鬼 养一些邪的东西 然后他去谭 那他去谭的能量 是很多不好的东西 他在这里 那他做那个法师斥符 那那些谭的能量 那些邪的能量呢 就会进去这个静身符 那你呢 拿回家 就好像 整瓶有毒药水淋下头 那样 那样 那是不是会脱头发 又周身痒 又有事 刺眼 那样 同样都是叫静身符的 很恐怖的 可以 因为那个人的修为不好 或者他的谭练都不好 他一切完同一道符 就是道符的样子是一样的 OK 样子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呢 使用完之后的效果 为什么差那么远呢 就因为这个静身符 是来自一个不好的地方 一个那个法师呢 又不行啦 他身为又活糟啦 他的谭又多邪的 那样 那静身符呢 其实就是 基本上 有三大元素 一就是 你的能量是哪里的 就是主体的能量是哪里的 静身符 只是一个 好像洗头水的瓶那样 那洗头水的瓶 里面的那些东西 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坛里 所以我们每一个写符 都会摄乎 把这些符 在坛里抽一些力量 进去 这个承载器 你呢 使用的时候 就把它解开 解开那个符 就是 烧了它 那些气 里面的东西 就出来了 在符水 符水 符水就是那些东西 那就是谈法 那就是谈法 好了 这里我们今天 就拿到我们的坛里面 一道静身符 出来讲解一下 那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 那 我们这里 开始看下去 这里很简单的静身符 静身符 其实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写出来 但是这是基本的 OK 这里有个语字 我们叫云头 的意思就是说 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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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天机的能量 一些未使用的能量 一些 零力的下降 OK 接着神龙 就看看我们之前有个video 讲什么叫龙 那我们看一下 神龙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说 将谈的 它里面的龙气 即是它里面的 内在的晶圆 使用出来 斥灵 将它的力量 就绑上去 一样东西 接着 就会做这样东西 这样东西 就是清静三圈 清静两个字 大家都听过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清就是 将东西 摆进去你的系统 经过三个阶段 一就是到外面 进去 二就是它转化成为 可以存在 这个系统之内的状态 第三就是 输送了进去 你的系统里面 即是你的人里面 静就是要吸收 吸收的三个阶段 消化吸收 做完之后 静 这有三圈的意思 什么是三圈 这些圈 我讲一下圈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圈 就是聚集 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的聚集 它就会负责 聚集 进去一个主体里面 即是说 它要将能量 储存进去 你的法身里面 你的能量身里面 这两个 符带 这样打直下 就是它要直接执行 要吸收下去 发出去 给外方直接执行 在这个外面 吸收进去 你的内面 这个正身符 其实很简单 不同的人 都可以写到一个正身符 不过 大家的坛 收围又不同 我写的 我帮你做的 同一道符 同一道符 我可以用一个五分钟的法事 就做完戏符 那就可以用了 即刻有得戏 很快的 那五分钟的法事 可以给你的东西 就有五分钟的材料 我亦都可以做一个两三个钟头的法事 接着我坐在上面 用来戏符 那我这道符里面有的东西 就有两三个钟头的工作 在里面 那我的能量 是不是大很多呢 所以同样说戏符 都可以有 令到同一道符里面多很多东西 多很多能量 不是说好像正身符 就是正身符 那样 可大可小 正身符 只不过是那道符 但是我们正身的时候 要明白好像 拿些不同的东西 淋到身上 拿黑色 就变成黑色 拿蓝色 淋到人上 就变成蓝色 那我将 我这个 墨水 就是我们淋身的墨水 我做到它 很浓很浓的 绿色那样 那我要两三个钟 才可以煮到那么浓 是不是 就像你煲汤 都要 煲很久才出味的 那你越做得多东西 跟着再写一道正身符 用一道正身符 用一道正身符 在那里 斥符 你那里做了那些东西 那些能量 就是上了到符里面 那这道符 它可以给你的功效更大很多 是不是 所以同一道正身符 不是说好像 哎 这样 審一下东西就搞定 这些是很流的法术 因为 有枯显性 那样 真正要正身 那里面很讲究 为什么要这么讲究 因为其实你想做的东西 比如说 普通人说 哎呀我想干净 那你想干净 你也要做多些功夫 才干净 是不是 就是你整个番茄 那番茄都要整出来的 不是要把猪油放在头上 所以要整出来那一刻 是要时间的 要付出的 这个世界呢 尤其是 是没有 不用付出的 而有收获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付出那一刻 就是你那时候 那个法事 你放些什么下去 我们可以到符里面 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 我们把彩的能量 放在人上 这个人就好像充了电 那样 即是能量是旺些 大力了 他人 他法力上 能量身上是强大了 这个是最简单 但是如果我说 我要静身得来 要驱邪的 要逼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或者我要将我的能量 调教到某一个地步 那可能里面 即乎的时候 就要输入这个经法 就是用重经的方法 有经法在里面 又可能有其他东西在里面 有些发香 那不同的东西 会放在炉上 那接着 那里面就不同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 这个好像 就是你看看洗头水 那些洗头水 那些洗头水 有很多不同作用 有些洗头水 就好像 这样洗完 好像不油 有些 但是你洗得多了 头发的 有些就是 又有维他命A 又有维他命A 你洗完之后 那些头发又光窄 那为什麽人 就是这些洗头水 是不同的呢 大家都叫洗头水 是吧 为什麽这个洗完的头 会脱头发 这个不会 还有有保养功能呢 就因为里面有很多 你看不到的东西 做下去 大家都是白色的液体 藍色的液体 放在头上 不一样的 是吧 这个就是 静身符里面的奥秘了 所以说呢 就是 你一出面 其他地方 去买些静身符 好像很静怒 就说静身静身 它给什麽给你静身呢 就另一回事 因为你不知里面放些什麽 买洗头水 那样 那些无粮奸商 你不知里面放些什麽 放些垃圾下去 那麽 洗到头脱头皮 又敏感 就死了 所以呢 我们静身符 其实最好就是 要是我们自己弟子里面 就跟总坛这麽买 要是你自己学写 那你自己写 你自己的坛练 你自己知道 自己放些什麽下去 是吧 那你想怎样 你自己调教出来 是吧 你懂了 自己调教这个静身符出来 那不用怕 比如去别的地方求了符 哇 而为什麽静原身那麽黑 因为那个庙里面 那个地方里面 是有邪灵的嘛 那别人又有邪 那你 他在一个有邪的地方 去戏乎那麽 他又做到很正路了 但那里面呢 原来刚刚来了些 怪的能量 那些不好的能量 你都不知道的 是吧 尤其是 很大很大型的活动 他根本就控制不到 有什麽人会去 装了香 那些人就好像 一堆过那麽 戏乎 你都不理的了 那麽多人一齐 那麽隨便 那麽 他在想那些 那些人的能量 都拌上了 又又骯髒又成 那麽 那麽 那麽懒 那麽 那麽人的能量 和你一齐 拌上了一堆 那麽 那麽是一个很危险的方法 所以 为什麽说 出街买符 有时候 要很小心 因为 你不知道 那麽法师本身 放些什麽下去 而且 究竟他的修为 是不是真的好 他的坛 有什麽人去上香 平时 那麽 那麽 那麽是他自己練的 就是这些人很讲究 越大的地方 越死 我告訴你 越出名的工官 越大那些 就是 很多人去的那些 去装香 人家在那麽裂乎 那麽更麻烦 因爲你不知去那些人 有什麽的 就是 思想 有什麽的能量 甚至有些人 真是很骯髒 接著 他又觉得 唉呀這些人不用钱 我去装着香 那麽 求好运 哇他整身都邪气 很骯髒 好黑仔 他装完香那些不好的东西 全部放下去 接著人家去出符 摆上了一堆能量 那麽就被你拿回家 你便买一道符 是吧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就是 拿些淨水符 淨完身之后 為什麽這麽黑呢 就是這麽意思 那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覺得 靜身 拿些什麽有葉那些 可不可以呢 當然 我都說了 你拿 墨水淨身 那麽就變成墨水的顏色 你拿鹿有葉靜身 就是鹿有葉那麽簡單 你都沒有作過法 你鹿有葉有什麽用呢 鹿有葉就是鹿有葉 就是死了的葉 放在那裡被你撕掉 沒有 它沒有任何的法力可言 已經鹿有葉 法力是要人們放下去的 你自己不會放下去 是沒有的 那些是後天 以生成的東西 那些後天的物質 不可以用來作法 所以靜身是沒有用的 OK 那就記得了 那我們 就下課再見了 今天講到這裏 OK 記得subscribe like 和share 如果你想學法的話 可以隨時email我們 和check out我們的網址 這樣子的 OK 那我們先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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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